刚刚那段视频呢 是用印记的NANO加上老挖的二次拍摄的 效果我算是非常满意了 当然视频在后期加了防走的处理 这点一定要先说 实话实说 返修之后的NANO呢 已经基本上可以满足我的需求了 但是依然存在着一些小问题 那么哪些同学适合用 哪些同学需要谨慎购买呢 下面的视频会给大家一些参考 先说结论吧 第一旋转拍摄的时候呢 由于物理结构的限制 如果要使用2470这种变焦头 保证画面不产生抖动 基本上只有在24端到50端的这个位置 第二旋转拍摄的时候 如果你的焦距是大于70的长焦 还是会产生一些抖动 但是呢 你之前的版本要好太多了 幅度并不是很大 而且在后期是完全可以修正过来的 而原来的版本是不行的 第三平一拍摄的时候 即便使用长焦 也不会产生明显的抖动 如果是做平行与滑轨的这个拍摄呢 抖动出现的情况就更少了 第四 如果您不用老挖24这种镜头做旋转的拍摄 只用机身本体加上 士马2470这种健身头 基本上就完全可以满足您的需求了 第五 如果只是用来拍摄延时的同学 那么这个一点都不影响 您随便买 第六 如果您现在手里边有nano 请先升级到最新的固件 然后在设置里面点击电机设置 依照画面中给出的顺序 依次调整为31和41 这里是加大电机力度的选项 那我试了几次 这个力度呢 是比较适合我这一套的装备 您可以根据您自己的设备 再调试测试一下 基本上维持在30到40就可以了 那之前那期视频出来之后呢 印记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了我 表示的确有一些P4的产品存在着抖动的问题 那再加上疫情的原因 国外的芯片价格飞涨 并且呢 面临着有钱也拿不到货的这样的情况 当然这些都能理解了 印记的老板也不是傻子 非得让大家等好几个月 最后退款才行吗 那究其根本呢 其实还是芯片跟不上 但是不论如何 是否值得等 是否值得购买 决定权还是在您的手里 那还是要看一看这个产品本身 按照我之前吐槽的视频 我重新做了一边复色 除了主力机器从A722换成了A7S3之外 为了保险起见 我把海星快拆也拿下来了 其他的并没有任何的变化 那上次发表之后呢 有的同学建议我用M云台 Z型云台 以及低重新的球形云台 说实话我都买了 但是呢 Z型M型云台可能是因为我没舍得买 A2K用的 买了一些国产的 不仅效果没有什么差别 还有的云台呢 存在着质量的问题 我都退货了 而低重新的球形云台 其实相当于你在立体面里边去找一个重心点 在我的测试过程中 甚至有些场景还不如K5云台 那我也就不推荐了 以下我做了三个测试组 分别是原视频的组一 A7S3加2470加K5加F38快装 总重量是2195.5克 新增的测试组二呢 是A7S3加24105加K5加F38 总重量是2095.5克 新增的测试组三是A7S3加24GM加K5加F38 总重量是1859.9克 那我认为呢 基本上以上的测试组 完全符合大家平常的习惯和使用范畴 有笨重的变焦 也有轻便的定焦 然而像70-200这一类的长焦镜头 一来我没有 二来我觉得用在这种小型的滑轨上 肯定是不行的 如果要使用这种小型滑轨在长焦的用户啊 建议您直接放弃购买吧 还是60厘米以上的这个滑轨 更加的适合您 那按照第一期节目的顺序呢 我测试了包括平移旋转腐蚀拍摄 以及最有可能产生抖动的70端到105端的这个腐蚀旋转拍摄 以下的画面呢 均为实际测试 只做了一定的调色 并为做后期的防抖处理 如果有防抖处理的话 我会给大家写出来的 那从画面的表现中可以看出 在广角端的表现几乎它是最好的 而到了长焦端呢 依旧会产生一些轻微的抖动 尤其是您在手机上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您在电脑屏幕上放大了看 仔细看 您会看出来 那这里面呢 有几个细节是需要注意的 第一 在使用K5云台的时候 一定要先调屏 正确的调屏办法呢 是开机之后上云台 然后先解锁云台的锁扣 让相机水平垂直于状态下 保持水平 不会有前倾或者后仰的状态出现 那即便要主拍 也要先按照这种办法调屏 然后拍摄的时候呢 再将云台向下进行缩紧 第二 使用脚架拍摄的时候 请尽量使用接触面积大的脚架 就是这个球碗接触面积大的 那像比如说TC7的球碗 就要大于TC5S的 这样它在运镜的过程中 会更加稳定一些 第三 辅拍角度越大 长焦抖动的就越明显 大体预估是 如果你的辅拍角度大于30度角 就会出现明显的抖动 所以如非必要 请控制您辅拍的角度 跟之前Nano版本的差别是 调修之后的Nano呢 虽然会产生这些细微的抖动 但是通过后期都可以调整过来 而之前版本的抖动啊 就实在太难调了 那如果要是垂直升降拍摄的话 我还是有一点要吐槽的 我找不到合适的L板 在印记的官网图示上 垂直拍摄是有L板的 我咨询了一下他们 说是正在调整这个产品 还没有拿出来销售 那像我这种习惯全套都买同一个厂家的 它就有点强迫症了 于是呢我在淘宝上找了一个这样的 这种的L型的数拍板 大概呢30多块钱 由于是竖着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找这个重心 就凑合着来吧 出来的效果呢 大体上是能够令人满意的 当然这个画面是有加了后期稳定的 我的结论是哈 有几类人群是完全可以考虑购买的 第一如果要用来拍摄延时的同学 因为反正延时就是几秒钟拍一张照片 并不会存在太多这个拍摄过程中的抖动情况 就存在了 你也发现不了 后期合成其实就OK了 第二使用广角或者定焦头拍摄的同学们 在实际测试当中呢 无论是24GM还是变焦头的24端 乃至用到50端都能够获得比较稳定的画面 第三有双轴需求的同学们 实话实说市面上能够满足这种双轴需求的 相对来说颜值做工都还不错的小型滑轨 没辙真的就只有拿到这么一个 所以如果您说其他的厂商也能够加装 甚至说再加上双轴三轴的功能 的确也的确是有这样的配件的 但是呢一来我没有测试过 并不能保证他们的稳定性 第二呢他您还要再考虑一下整个的便携性和收纳性 第四使用老挖24 但是呢并不需要进行旋转拍摄的同学们 在平行滑轨的这个情况下哈 进行运镜可以获得正常的画面 但是一旦你有轻微的转动 或者说你在拍摄过程中稍微触碰了机身 都会产生比较严重的抖动 这个真的是物理结构所造成的 即便一机再怎么调整 也无法改变这个抖动的现实 所以如果追求老挖左右摆动的同学 你们放弃吧 第五使用更小更轻机器的同学 比如像使用6400或者说CV1 这种轻便机器的同学 包括手机的 它就不会有更多的重心偏移 其实用起来其实也还好 那有几类同学呢 压根您就甭想了 放弃吧 这真的不适合您 第一类就是使用电视机的同学们 放弃吧 太沉了 电机根本带不动 第二使用70到200长焦的同学们 它可能能用 但是我估计很难调用这种转动 保持它的画面稳定 第三 后期不熟练 不想使用稳定矫正的同学们 真的 再怎么优化 都难免会出现抖动的问题 我也看了YouTuber 一位叫做Austin Paul 关于RenoArc2和Edclone的稳定器 Head1的测试 感觉只要多轴用上来了 就会产生抖动 所以如果后期并不熟练 并不想矫正的同学 您别卖了 千万别卖 以上是我把之前挖的坑 填上了 买与不买 等与不等 自认为我觉得说的还算客观 列外 您自己拿主意 经历了这件事件之后 我的确对印记这个厂家有所改观 从多次的沟通过程中 他们的确是在认真的做事 并且该厂商的工作人员也三番五次的跟我说 一定要把这句话带给各位关注老年们 请一定酌情考虑是否适合您的需求 并不是所有场景 Nano都是适用的 但是我想吐槽的一点是说还有一些印记是需要注意的 客服方面的做法依然并不能令人满意 滑轨不同于三脚架 这个是属于需求不多 并且全网的信息量使用办法并不是非常多的产品 希望印记以后能够在说明书客服售后等诸多环节上再进行一次优化 让用户能够简单便捷的获得产品的使用操作信息 那如果您手里的Nano也存在着像我之前那一期抖动的问题 还请您联系一下印记的客服人员 打他们的官网电话 当然人家依然周末是大小周双修的 这个周一到周五打就好了 进行一下返修 大家好 我是Chiels 一堆有点闲心的北京脑炮 我们一起学习 咱们下周见 咱们下周的陌.....